大家好,歡迎來到炭腩九差矮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300人會員會在週三和週末發布會員影片 內容是支撐壓力的個股分析 600人會員會有討論群和不定期教學影片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腩九差矮 炭腩九差矮那像時間下午的3點55分 原來講一下就是我們家的網路好像有時候都不太好 那像今天感覺上不太好 所以這個畫面跟那個講話內容可能有時候會一點 對不上這樣的,比較抱歉一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大盤 大盤今天上漲了293點 然後我們的貴買指數呢 一樣是創下了歷史新高 那當然沒有像是昨天或前天 昨天上前天的感受是比較像是說 拉全子 比如說拉圓太、拉世界 然後讓整個族群去往上抬 整個指數往上走 但是其實事實上下跌的價值還非常多 那今天其實是比較看得到的是電子全子股的壓盤 所以說我們昨天講的東西 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 就是現在是處在一個量縮 那這個量縮到底是你該佈局呢? 當然也不是亂追高 你要佈局、等待、行情噴出去 那還是說呢 你就先不要管這個族群 然後我們就直接先做最強勢的 就是現在的中小型個股 這個都是目前的想法 但你也可以把中小型個股的獲利 然後再轉移到 可能你認為有機會的這個全子股 這個電子全子股的身上 好,我們就直接來看 那今天的虛幻個股只有試檔比較少 那我自己停地的部分也有試檔 那再來講一個比較 算是今天我自己個人來聽到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可能 如果說你有一些很關注產業 搞不好知道 那是要講一些比較偏心的東西 那我們之前有講那個 面板級散出型風霜嘛 然後講完之後 那時候有講幾啦? 尤威科、東傑跟群創 就有群創這個大牛骨 還在那邊爛 那但是那個 東傑跟尤威科都是直接往上噴 那它噴的部分也 相對應噴到了 只要你在XQ上面 去看一下有一個族群 族群現在叫做面板設備 裡面的面板設備 基本上都是往天空飛 那目前又來到了 有一個新的族群 其實那東西是很推陳出 像之前的COAS 然後矽光子 那再來是剛才講 面板級散出型風霜 再來還有一個現在最新的 背面電軌 不是英文是背面電軌 今天是講三檔 那之後會不會出現一些 推陳出現一些新的 不曉得 那反正呢 我們就講新聞講的東西 就是這三檔 那之後如果說新的東西的話 那我會持續做關注 這個東西 如果說真的市場上有喜歡的話 那或許會成為下一波 比較有機會 當然他們現在 也蠻多晚上噴的 今天都有兩檔是掌情辦 好我們就來看吧 來看一下今天的內容 那今天內容就是 今天叫我 這個什麼 我們就講鮑威爾叫包韭菜 感謝這個鮑威爾吃飯吃 今天這個績效算是不錯 然後比起昨天比起前天 那基本上是 像上週嘛 上週是有上去又下來 那今天的部分基本上是 把上週的績效打趴啦 打過上週的績效這樣的 那還有 停歷之後 又還是贏過 所以說今天算是一個 還不錯的一天 那當然我可能不錯啦 那你可能不好 那當然我昨天 我昨天不好 但搞不好你好 所以說那個 你操作的個股 還有你怎麼去 分配你的資金 其實就是在一個 不同的時區裡面嘛 就像在上上週的時候 台電還在創新高的 那時候呢 可能是一堆存股主很好嘛 存台積電啦 存烘海啦 然後存連發科啦 那都還不錯 但是呢 像這兩個禮拜 像 對這兩禮拜的話 就是一些中環節個股表現的 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昨天 昨天鮑威爾談話嘛 我們在週一的時候 講說禮拜二 晚上談話 然後週四凌晨 週四凌晨什麼時候 其實就是今天的凌晨 今天過十二點之後 再過兩小時 凌晨兩點的時候 會有這個FOMC會議的部分 對 那再來就是 禮拜五的這個 這個八點半的非農數據嘛 這樣子 就是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那再來的話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鮑威爾昨天晚上談話呢 確實 好像真的有用 因為他講了一句話 他講說 通膨曲的重大進展 那這邊其實有差的新聞 有差的新聞 這個 稱 降通膨曲的很大進展 令降息重回事也 這樣子 他講出這句話之後呢 納子跟標普都創下歷史新高 那當然不是 他的 像納子的 這個是綜合指數嘛 他的歷史新高 應該差一點點啦 但是收盤歷史新高 是倒是真的 然後再來就是標普 標普部分也是創下了這個 收盤的歷史新高 那當然盤中的歷史新高 還是在這一根 是這個 這個應該是上週五的時候啦 所以說我們昨天分析的這個盤是 我們昨天分析夜盤的走勢算是對一半 我為什麼說對一半 因為其實有走高嘛 有嘛 有走高吧 那但是那時候我們看的東西 其實是 納子的破底盤 那但是就是有點被 不是有點 是應該蠻大的程度 就是被鮑威爾給助攻 那目前的納子100 突破趨勢線 但卡平行的這個壓力 對 那我們先講這個納子 我們再講這個 這個台紙的部分 那納子的部分這個 就是納子達克100的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昨天畫好的圖 都沒有任何更改 沒有任何更改 如果說你看昨天的 只有這個線 從這地方爬到這裡來而已 OK 那我們說的嘛 先上去線123 應該要壓這根 那這一根有壓一點 但後面直接突破 突破之後現在感覺上是有點 算是在高檔的一個量縮啦 那這個量縮到底有沒有機會上去 不曉得 反正呢 如果是我的話 真的要做空也不會在這地方做空 因為太危險 太危險 因為通常就有機會上去之後 盤一盤之後再往上去走 對 這條線是最新補上去的 昨天沒有畫 是20050左右 目前卡在這個區塊 那如果說今天呢 再度去張上去的話 那當然就會往上去做一個進攻 進攻的角 一個姿態這樣子 那如果說在跌破的話 那我會一樣 我會把這個地方 當作就還是一樣是 被壓在第三次趨勢 就是說這一根啦 這一根被壓制住 然後這邊突破 OK 反正呢 它如果說往下跌 跌的幅度 應該說現在我也很難做分析 可能它在跑出個 大概可能 將近10根可以半吧 那當然往上突破是最明顯的一個趨勢 那如果在這邊晃來晃去 這邊就很難做一個分析的一個看法 好 那算是說對一半 然後為什麼說對一半 因為早上的時候 早上的時候 很認真的去摸趨勢壓 加平行壓 23110 或者是說你看23100 差不多 因為我們昨天說 它有高概率是會壓這地方 然後 啪 往下跌 那時候我是還看到這個地方 對 我們等一下把這條線畫過來 對不對 畫到這裡來 所以說 它很認真的去摸 剛好摸到 我們昨天多加了這條線 多加了 不是這條 多加了這條線 這條線 跟昨天副盤一模一樣的內容 123 然後這地方在早上的時候 大概是 9點 9點來摸 8點 8點4分開盤 9點 10點 11點來摸 然後大概在11點到12點的時候 這些突破上去 對 沒錯 所以說我們算對一半 它有上去 但我以為它可能會在這邊往下 然後跟著這個 納子100 這個地方一樣一起往下 這樣 但並沒有 所以它選擇 在今天週選擇的結算的這個 選擇突破了 而目前呢 我認為 不能 不再跌破 也不能夠再跌破23110 好 那 它就算是 突破了我們剛剛 我們在昨天說的這個趨勢 這個 三角收斂 那昨天講說 電子全之骨 為什麼會很爛的 原因是因為它現在處在三角收斂嘛 那但是今天電子全骨還是很爛啊 對不對 所以說是好像講一半對的感覺 因為 今天的什麼東西 待會再來說 待會的第四點 我們就會講到 為什麼今天的電子全之骨 還是很爛 再來啦 如果真的跌破這個地方 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真的像上次一樣 跌破這個地方 這地方上去 然後兩根直接在冠殺下來之後 它有可能往下走 所以目前我們所看到的 我覺得還是蠻重要的位置 還是在這個23110 23110這地方如果說跌破下來的話 欸 它會到哪邊 之前是最低有到22700 昨天的低點嘛 最低最低有到那個區塊 那搞不好真的有機會 像22700 甚至搞不好更低的地方 所以目前呢 它已經突破了23110 然後也突破了三角收斂 那 目前的想法是 櫃滿 大盤會跟上櫃滿 因為我們之前講說 櫃滿會先行先爛 然後大盤可能才會跟著櫃滿一起爛 這是一個先行指標的概念 你把櫃滿當作是一個整體市場的情緒 或者把它當作所謂的大盤 大盤裡面的期貨也可以再去看 所以說 現在櫃滿是強過於大盤 還在創歷史新高 今天還在創歷史新高 所以我認為呢 大盤之後 非常有機會是會跟上櫃滿的 那我們再來 大概在講一些比較細節的一些操作 然後再來看一下 結構 這蠻奇怪的 但是我現在稍微去對一下 XQ這邊好像才正確 所以說 如果說有在用TV看 所以你比如看這個 大盤結構 大家自己去關心一下 大家看一下結構 結構XQ23280才會是壓力 大家看一下 他的圖長不太一樣 我們一樣切成60分給大家看 切成60分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高點 大家對應一下 這個 6月19號 10點是15分 到11點 這幾個呢 它的高點就是在 大概是23290 然後23280左右 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 我認為是下一個壓力 而現在其實也快到了 現在差個230點就差不多到了 然後呢 來看一下 我們剛才講6月19號 那你看它對應在6月19號 6月19號它的10點 10點到11點 它在這個期待的地方 它在23100 所以我不曉得它這個數據是怎麼樣 那 應該說它這個地方是錯的 這個地方是錯的 這個地方是錯的 但是地方是正確的 因為它最高的是23291 然後是6月21號的10點 大家看一下 6月21號的10點 差不多這個地方 但是這個地方 它明顯小了一點點 所以有在用TV操作的話 我個人會看差距 因為剛才稍微看一下 我自己手機的這個券上的APP的話 它是壓在這個區域 它確實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要注意一下 OK 那跟大家稍微 做一下提醒 不知道為什麼長不一樣 那再來第二點 我們今天第二點是直接關注 我覺得應該說值得關注的是 這個台積電呢 如果用跳空方法 去過這個 它前高 984的話 那當天有可能就是 所謂的垃圾盤 我們之前有做過一個數據 大概上應該是 差不多60% 這60%的機率 60% 70%的機率是 垃圾盤 只要這個台積電呢 它越過前高的那一天 而且是用 跳空開高 跳空開高的方法的話 基本上都會是一個垃圾盤 今天網路不好 大家看一下 那看一下 假設明天直接跳上去 比如說它跳空 因為它的高點是984嘛 它跳空開盤是開在996啊 或者甚至過一千 這樣的一個走勢的話 那明天高概率 應該會有機會垃圾盤 但是也不能說194% 對 那但是也是奠定的 大盤會越過 就是如果說 你有一些全資股的話 會越過 不過 我們今天剛好講 電子全資股目前還是很爛 包括OEM ODM 包括一些什麼 綠瑞光 這個 鴻海 聯發科 台達電 不能說弱啦 不能說爛的 只是稍微的弱一點點 這樣子 不過啦 或許看這個夜盤 夜盤如果說真的能夠 去突破 可不可以就能夠清楚知道 不過我們還是加一個規則 就是說 看明天早上的開盤 如果說它越過去 或是某一天 不一定是明天 台電直接越過984的話 也有可能當天是垃圾盤 那 如果當天垃圾盤的話 你是盡量不要在盤中去做多嘛 一些做多的話 可能會比較危險 那不一定 搞不好是 很重要的個股很弱 然後電子全資又很強 這很難說 但高概率就是這樣 那如果說沒有跳空開高的話 我認為喔 這個 23400 就我們前高的位置 有可能會是一個假突破 比如說 它在盤中 它開盤是開在了這個980 然後才慢慢拉到984 然後990 然後當下的這個期貨部分 它可能到達了 23390 然後在那邊撞這個 最大的壓力 前高壓力 然後說你撞過去了 搞不好再隔一個一個小時 或之後再幾根K棒之後 可能又再掉下來 我覺得這次有機會發生 因為每一次 基本上我們看今年的過往 每一次 都是用跳空方法去做開盤 對 所以如果沒有這樣做 那你盤中去做一些期貨的人 自己要擔心一下 它可能 高概率發生 不能說百分之百會發生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看第三點 第三點是貴賣出 就是沿著武術群的第六天 然後今天剛剛講 績效終於回來了 然後把這個飛電族群的 太陽能給震盪下去 然後電子回歸到 資金回歸到電子 那為什麼特別強調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在節目裡面很常說 電子的延續性比較高 它是高過一些飛電族群的 這個是我們能夠去 應該說一個 台股 台股的一個道理 台股的一個理論這樣子 那所以說可以發現說 今天的設備 今天的機器人 去強 OK 那你看 跟著這個 設備一樣強的太陽能 這幾天的感覺上就是漲 會互建 但是設備基本上普遍 普遍強的還是很多 就是 它漲金本來還是非常非常多 那為什麼 很常說 電子的延續性 在台股裡面 是相對來說更好的 資金的推移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可能去 太陽能搞不好這些投資 一些投機的資金 但是電子 或許就會一些 比如說一些基本面 產業面的一些實質性的買盤 它不是做一個事件型 它的底比較厚一點的概念 大家可以這樣去想 就是所謂的 為什麼 基本面好的 那它延續性也是比較好 那為什麼有一幫人 他們要特別去研究 產業面 就是這樣的關係 就是 他們確實有一些實質的營收 去貢獻 那像太陽能的部分 基本上好像普遍都不太好 好像只有貿底吧 好像只有貿底的 這個營收是好的 好像是正的 其他好像還是負的 所以說一些產業面 不可能會去講這個個股 不太可能會去講 就是說 可能資金 往一些低速的地方 留這樣子好 好 那 再來看一下第四點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就是今天撐盤要角 或者說 不能說撐盤 今天拉盤的要角 其實是金融股 沒錯 金融指數 帥先創下歷史新高 帥先創下歷史新高 真的很猛 而且今天拉了一大根 漲了2.83% 大家看一下這個貢獻值 基本上是財獻貢獻 你看到下面是 你看到一個嘛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然後 再六個 然後 七個 基本上呢 就是都是這個 金融股去貢獻大盤的點數 那看右邊 右邊基本上就是這一個 電子全職去這個 貢獻疊啦 貢獻疊啦 鴻海啊 太大電啊 連發科 那神技經驗疊非常多 再來光寶科治、智邦、科成 都是這一個 不是神技 好像是群光疊墜 欸是哪一檔疊墜 群光神 呃 群光 忘記哪一檔 我記得有一檔疊的蠻慘的 OK 那我們就看回來吧 那反正呢 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這樣的 這第一次反而是在這個 偏知全職之谷的這個電子 那昨天就講了 他好像也是在迷流狀態呢 要不行要不行了 還是說 是處在一個可能要蓬勃的狀態 沒有人會知道 那簡單來說啦 這個感覺未突破前高 我自己目前看起來了 如果說大盤在這裡嘛 然後台電 昨天有講台電跟大盤其實差不多 那我覺得說 大盤如果說沒有去突破前高 23400 感受上是比較難去做一個突破 那當然其實 像大盤 像台電跟鴻海 然後對應大盤其實長得差不多 所以如果大盤突破應該鴻海 突破的機會應該也是相當相當的大 不過目前想法是 你到底要做 現在最為強勢的 這個追最強勢的資金 還是說你要偏左側去丟這個全職股 你要有這個想法 你不能說我喜歡買的 買磨擋個股 然後就買了之後不長在那邊罵他 因為你知道說現在資金就是不在這個裡面嘛 對不對 在昨天有稍微去提 那今天確實是這樣 呈現這樣的一個角度去看 那再來看一下吧 反正我們剛剛看 這個開發金今天漲了9.4% 國泰金漲了5.67% 然後呢 這個萬年 這個沒有配股 配股配息的這個星光金 終於漲過了10塊錢 終於漲過10塊錢 只是說他原先在10塊錢底下 然後他的價格算是在金融股裡面 算是 算是最爛的嘛 然後在今年算是反彈一個還蠻強勁的 OK 那下面的內容是超過獎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 像今天的這個上漲加速 我在盤中看 最多最多好像1200加 所以說今天整體上的一個上漲加速其實是多的 當然有可能是下跌 你有可能今天剛好買到下跌 我覺得沒什麼差啦 只要在於說 你知道說 搞不好你的設備股 他連漲了好幾天 然後今天稍微小回答 所以說並不是 我覺得有時候績效這種東西 並不是用一天一天一天去看 你可以用一週或是一個月 或是說甚至拉更長期 因為股市就是沒有畢業這件事情 你畢業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拜拜嘛 而是你要活到了學到了 我說不用活到了學到了 就是說你要交易 就是交易到你這個 有一點想退出股市的時候嘛 所以說這個計較其實在拉長 你看太短沒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意思的一個概念這樣子啦 好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剛剛講的這個東西吧 這個東西其實是台電的最強黑科技 背面電軌解析 台廠工業 那也是今天呢 分析新的新聞 所以說跟之前那個面板的設備差不多 我想說如果設備不行的話 會不會又漲回到這個區塊 當然這個區塊 他也要有一些個股能夠去做單 那不能說太小範圍 像之前細光子 他其實他大概有10檔可以抓吧 那設備更多 設備大概有20檔可以去抓 那他就是一個非常可怕 因為他有包括扣瓦斯嘛 然後面板級什麼封裝級 面板級封裝 我突然有點忘了 面板級散出型封裝 太長了 那再看一下 真的那個艾米時代來臨 那背面電軌 我覺得會是一個比較全新的一個話題 除了 反正現在蠻多蠻多話題 然後我就到處抓 然後這個新的東西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看一下他什麼東西跟大家做分享 啊剛剛忘記前面開頭說 我這邊可能稍微剪輯一下 就是我們的 對 我們的第二個 第二部這個 這個影片 終於出來了 在原本週一的時候錄製 那週一錄製我們發現說 那個音質有點差 那昨天呢 我不是重錄 有點懶得重錄 而是我是直接去 網路上面看一些教學什麼 如何把這個雜音給去除掉 OK那最後好像停起來還好 還OK啦 那在上禮拜講的東西是 本頻道的策略 然後在這一週講的東西是停水 那我已經想到下週要講什麼 下週的部分的話 應該會講說 突破回撤 怎麼樣的突破回撤呢 他可能他的勝率是OK 或是他是符合策略 那大家上應該這東西 應該可以也是可以 講個四五點這樣子 就是簡單的突破回撤嘛 是最漂亮的嘛 最最肉餘看得到 那再來的話 這些比較複雜的題 有突破啊 他突破回撤之後 他是有上限 然後什麼爆炸量等等等 然後把他一些內容 其實我們在復盤的時候很常講 但是呢 就把他內容稍微做一下統整 我已經想到下週要講什麼東西 OK 那就跟那個 有家會員人講一下這樣子 我怕有時候打在內容 打在群組可能沒有看 然後 YT也沒有去講 所以說要特別去跟大家報告一下 好那再來看一下這個 好像沒什麼東西可以看 所以今天東西差不多講了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這個 挺力損的部分 OK 大家看他挺力損吧 我們直接用這邊看 OK 我們這邊看 那挺力損的部分 今天挺力的 四檔 非常非常不錯 非常非常不錯 那有大概是三檔 應該算兩檔 金頂跟萬潤 第一次挺力 然後翼燈的部分呢 第二次 但是也是歸類在第一次 因為第一次挺力的時候 是賣掉大概五分之一 就賣掉少少的 那再來呢 這個 今天是把原先呢 10%應該賣的部位 三分之一的部位都賣光了 不是賣光 三分之一的部位賣掉 還是那三分之二 再來呢 森達克是我今天呢 表現最差的 雖然說他有39% 不過是我整個 齒骨裡面本身 好像跌個5%左右 然後我就想說 原本在思考的時候 到底要整筆賣掉 還是說就賣一點 然後最後我就看著那個 看著我的那個齒骨 想說好不好 就是賣一半 好大家先跟大家做一下報告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賣的部分怎麼樣 那今天一燈非常不錯 在IC通路的部分 那他IC通路應該是比較牽扯到 揮檔那個區塊 GP200那個裡面的東西 那反正呢 這個東西啊 就是在我們的 會員個股也有 6月19號 5月19 但6月19號比較有機會 6月19號這一天嘛 他從這個區間突破之後 我就在這個附近做建倉 然後拉到這邊的時候 忘記這一根還是這一根的時候 先做大概五分之一賣出 那今天拉出去 所以說如果說要再回撤到這個地方來 12.5的話 那他會是一個 也是突破回撤的一個概念 當然內心 然後不想要他回來 不想要他回來 仔細往上噴最好 因為他掌精版嘛 好 那看一下金頂 那金頂的部分的話 他實質上呢 我們看這邊是幾% 實質上是11% 那確實往上拉 但是你可以發現說 欸 為什麼是11% 等一下等一下 對對對 不是為什麼是11% 是我今天賣的位置沒有賣到非常高 賣到358 然後他最高最高的收到很高 所以我賣的位置差不多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點往上拉 我應該健康差不多在這裡 他差不多是10幾% 11% 為什麼那麼是11% 那可能我買的更高 那可能買在這個地方吧 或是說在更高一點點的地方 OK 那差不多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 會特別講 因為他在這個地方 其實是有雛拳席的 他是有雛拳席 那時候他掉下去一根 他時候掉下去一根 所以說理論上的話 理論上他已經填完席 就是說 最近其實不是很多雛拳席 是會往下掉的這個魔鬼嗎 但是我自己個人覺得是 投信持有比較多的 那或者說是一些權之骨 好像比較有機會 好像比較有機會 像那個智星啊 智升啊 然後跟正星都疊了西花啦 所以說他是有去把他給 那個已經補回去了 然後還甚至往上去走這樣子 好 那這是今天第一筆賣的 再來看萬論 那萬論部分也是很簡單 我做建倉在那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其實我們之前在講過 在6月8號 你看6月8號講完之後都沒有在講 你看我放了一個月 放一個月終於第一筆停利了 拉上去到這裡 那差不多前高啦 差不多前高 那時候是很簡單 6月8號是在這 這兩天的 這兩天的週末 然後週一直接突破 之後跌跌跌跌到這邊 欸 然後我就做建倉 然後我就放很久 大概6月18號啦 好像沒有到很久大概是半個月吧 半個月然後終於往上拉 然後讓我倒停利 所以說這也是為什麼 我很常在節目裡面講說 這個 績效拉不出去 因為我們就是要放這麼久才要賣 我們不是說拉到這邊 我就在那邊講說 喔我有賺錢 我有賺錢 那其實這是一個 一個算是 慈善富貴的一個概念 那今天終於拉出去 然後甚至有拉到前高 但希望他之後直接突破 不要在那邊壓太久 那突破之後再回撤 或許他還是 到下一層直層 他直穩的話 他也是一個 全新的一個位置 然後看一下森達克吧 森達克是我今天表現最長 跌6%啦 跌6%啦 那當時候是想說 這個 我那時候賣的時候 他還在守在月均線 那時候好把他賣一半 那現在看到跌破 所以有可能 在明天 如果說表現再差一點 再往下跌的話 我應該有機會全部賣掉 我沒錯 他是 低鬼衛星的部分 我應該有可能全部賣掉 我這就有可能全部賣掉 因為他就陷入一個 非常長時間的盤子 而且有可能跌到這邊 跌到這邊也不一定會吃得住 我這就是要去思考 因為他今天算是一個 他把這個也灌破了 反正也灌破了 所以他格局上一定是比較不好 所以明天搞不好 我會再把剩下的部位全部賣掉 我們在今天的停歷損的部分 跟大家報告一下 好了看他資金流吧 他資金流在這邊 稍微去做一下 簡短的強勢跟弱勢之分 那當然他目前最強 是設備機器人跟太陽人 然後剛剛前面有講 太陽其實有點掌跌的互件 所以說設備 我覺得在整波裡面 如果說你沒有抓到一些設備的話 你的技巧不會到很好 對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我覺得是這樣 那相識波為什麼 因為呢 像是這個 金鼎跟萬潤 沒錯 這兩檔都是設備 那所以說 其實也是有做押注啦 不過真的確實沒有像那個面板級封裝 那個是面板設備呢 還要再好 所以說如果說你現在 對於中場群個股興趣 你一定要丟個一檔 然後到設備 或者說丟個一檔到機器人 那你如果說覺得說 太陽人太難做的話 我覺得是聚焦在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是我今天在 就是會員 今天迪拜三馬 要這個錄製會員 會員個股份 會去想要去看的東西 也是今天轉牆的 閃磚是在最近一起轉牆 那車硬的部分 車硬部分其實原先就有搶 但是呢 沒錯 這邊又有新的話題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台電是一個新話題 OK COA 細光子 然後那個 剛講面板什麼東西 然後再來是那個 背面電腿 然後呢 還有呢 特斯拉 特斯拉呢 原先他的什麼什麼 交車量部 不樂觀什麼東西 那股價上漲 沒錯 他突破了一個 他底部應該理論上的一個空間 那如果說我把下方這裡 當作是一個W底的話 那其實也是蠻合理的 這地方是走一個 滿討人業的上飄期 然後下底 然後但是這裡到這裡 他是走一個W底的一個概念 那走W底呢 那目前呢 他又持續強勢 可能就會卡在這一層 但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美股的部分 我沒有大量的復爬 我大概就是 在弱勢的這種 我們只能大概畫畫 那強勢的會比較好畫 強勢的會比較走正正的邏輯 那弱勢一樣跟台鐵有時候 就會穿來穿去 但是目前的確實 一些車用部好像 確實有些主力想要看 因為在 成體也蠻久啦 我成體也蠻久 但是我沒有特別去整理 我們目前大概只能抓自己打 那像是德偉是往上噴的 然後蓬城 算是好像還有機會啦 那李勝KY今天也是往上走 然後像華府跟飛鴻 這兩檔也是沉寂蠻久 或許他們有一些潛在的機會 那這個東西還要再做一下 就是 撐壓結構的一個看 看法這樣子 目前呢 這兩檔我好像有點忘記他們講什麼樣子 OK那看一下下面 就是也是看完100檔這個強勢股 非常棒 然後看一下 設備 牆嘛 然後再來 我接了兩張圖 我放了兩張圖 設備牆 再來呢 散裝 散裝突然轉強 比那個貨櫃上場還強 那可能還有機會創下波段行高 應該是波段行高 不是歷史行高 波段行高 再來機械乾淵谷 然後設備 然後飛鴻兵艦呢 在今天也是比較燒強 那像九豪也是快要過歷史行高 這個東西都會丟進去 今天復盤去講 然後再來給大家看一下太陽能 太陽能昨天講的昌和 昌長的昌和 它是直接灌去疊艇 所以說啦 我們的支撐 基本上呢 都是要在尾盤的時候做墊艙 一點到一點半的時候 確定它指紋的時候在做墊艙 你看到如果說你在盤中做墊艙 然後墊艙之後 或是說你在盤中掛單 掛完之後發現 哇 回來看到 是直接點心板 對不對 所以說已經盡量呢 把這件事情已經 已經已經 已經把規列在最最最最小 最小時間去做操作 是在一點到一點半的時候 而你的賣出 其實也可以設定 智慧停力跟停水 到哪邊我賣三分之一 到哪邊我再賣第二筆 這樣子 當然你會先賣第一筆 之後才設定第二筆嘛 對不對 所以說 其實它是能夠 應該說波段這個東西 有時候 你只要做到某些單 你就會非常非常輕鬆 因為你一些抵單就這樣飛出去 那你剩下賣下來的錢 想說要怎麼去做 然後你不做也OK嘛 因為你有一些抵單 它是真的是 不斷不斷不斷的往上飛 那你會覺得 開始在覺得說 做交易這件事情 是稍微比較輕鬆 當然它的 拉上去可能震盪一下 還是會稍微的消復 但是 我還是覺得說 它比當沖好太多 是做波段的話 做波段的話 在IT通路今天也會講 我剛剛忘記說了 那當然野獸機檔 我覺得比較能夠去看 我目前還沒有認真看 然後觸攻面板的部分 它其實是剩在這個 我覺得應該是偏平概股吧 那像今天有人問TPKKY 它是一個底部的一個突破 所以說一些光電 然後什麼XX光 先進光 浴金光 大力光 XX光 那個都還表現得不錯 所以說面板的這個部分 可能 真的不能開一些牛股 就是群創跟尤達的部分 OK啊 那來看一下 這個 今天的詢問的個股 之後四檔 我們看一下真頂到這個儀特 我們看一下真頂 那真頂部分 之前有算是跌破一下 那後面跌破之後 我在思考說是不是我畫錯 因為呢 我們之前其實有畫過這個地方 我們在畫過這個地方 然後是對應這一根 跟 沒有沒有 好像只有對應這一根 對應這一根 然後拉拉拉過來的時候 覺得說 嗯 這個地方趕上 好像是應該是這個3的 這個高點 應該才能形成新的地方 那它現在這一波 它又回撤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在思考說 是當初130的畫錯 不過 當你把130放下去的時候 心中石頭好像又覺得說 嗯 沒有啊 它確實有壓 1 2 3 4 沒錯吧 也壓了4根 所以說 之前的高點 OK 突破 回撤 蹦下來 但是如果說你守這一根的話 是不會死 但是這一根超級遠 不肯守這一根 真的不肯 因為這一根是 呃 長得奇葩 所以你從這個地方掉下來 你要守奇葩 有那麼多 不太可能 就像現在在今天啊 它突破上去 而且它 今天現在看到的 頭信賣超多 但 差勢往上走 那 我覺得應該是不錯的行情 頭信在賣 然後它往上 應該是不錯啦 你如果說以籌碼面來說的話 當然啊 下方如果我擺這個外資 搞不好外資也還在賣 但是 我們就 回歸看結構就更好 所以說現在如果說 如果再回撤到130的話再看看 但 有時候 我 我很認真說 有時候像這種破底翻啊 我會直接建倉在 呃 這一根裡面 當然 我們做建倉的時候 我們會思考 我們哪邊要做停損 就是 停損範圍還是要合理 像你就不太可能守到這裡來 因為守到這裡來要6%多 而且它也接近下一層次成 搞不好它要跌到這一層 對不對 然後再做反彈 這也是有機會 比如說啦 它在明天直接跌下一根 然後這個地方形成呢 我們那時候看大盤的三角抽煉 好 這邊是第二點 然後又再掉下來到底部 然後再反彈上去這樣子 所以說現在的結構就是 你必須要去抓好你的停損 收到邊 那合理 那你就去做參考 這樣子的想法 好 我們來看華碩吧 那華碩部分的話 我們之前其實有畫在 大概這裡吧 這個 這根的低點 然後這邊高點 然後這邊高點 拉過來 那大部分是這個地方 所以說 今天盤中其實是有到達 盤中是有到達 不過因為最近期的 因為它 我們昨天有講嘛 它是這個 在今天是 除息的 今天除息 7x3 所以在盤中這個能夠買在 建倉在465的 是稍微有點小賭啦 因為我們剛才前面有講 其實是 投信如果有很多的話 那或者是說 一些電子權力股 是比較容易往下蹦 對 那可能啦 它今天的 之前的投信可能 賣的真的非常多 然後 今天投信才把它又 等一下等一下 投信其他有6%多 今天投信沒有什麼賣 反正是轉買的一個概念 所以說可能這一波 是被投信有點拉上去的 一個想法 那當然它的支撐還在這裡 然後呢 我們講過嘛 支撐其實只要測試過 你可以 盤中做建廠 你可以盤中做建廠 只要支撐你確定 它是已經來過的 而且你也確定說支撐在這邊 你是可以盤中做建廠 但如果說支撐還不確定 比如說 當下是在 這邊這個格局 當下是在這邊這個格局 比如說 OK那在這裡 當下是這邊格局 然後呢 我畫支撐是畫在465 但是呢 後面砸到這一根 然後你盤中做建廠 我覺得蠻奇怪的 雖然說它後面上漲 雖然說它後面上漲 但是我覺得蠻奇怪 因為有可能它直接灌破 有可能它直接灌破 那灌破的點呢 其實可以去講一下 這個昨天的這一檔 非常好的一個案例 可以跟大家做說明 就是說 我們的支撐 它沒有辦法 還沒有做測試 然後直接灌破一下 我們那時候抓前高 抓前高這個範圍 大概是186到189 然後它今天直接灌破 然後爆了更大量 直接摔下跌停板 所以這個就是沒有任何 做過測試的支撐 但是呢 相對的 我們剛剛現在講的這一檔 華碩它就是有經過測試的支撐 測試過 所以說 盤中做建廠是OK啦 只不過如果說 你很怕那個 這個除息的部分的話 對 那像今天我是沒有做建廠 因為我原本覺得說 它應該會跌到 對 對到那個支撐 好我們看這個吧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面板 觸控面板的部分 TPKKY 那這檔個股呢 我們之前是有 認為說外置有機會回補 所以它之前的6月19跟6月22的時候 是有把它當作是 突破後的回撤這樣子 突破後回撤 在6月19的部分的話 如果說你是在這根做建廠 這根非常有機會被洗掉 但如果說你後面才做建廠 或者說後面拉回來這邊才做建廠 就是做這邊破底翻的話 那應該是沒事 我們應該是沒事 那現在來看一下下一層壓力吧 我們用這邊來看一下 呃來看一下 那我們當初畫下上去去線 從這邊畫下來 那今天算是 我認為它應該是突破下上去去線 那當然它的壓力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抓這個高點吧 這裡吧 OK 那抓這邊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結構是這樣子 這是它撐壓互換 撐壓互換之後 它就能夠很清楚看到 它的結構怎麼去做變化 這樣子嘛 這裡到這裡 然後這裡是不是亂掉 然後再來是這裡 這裡到這裡 你可以看到說 它底部這裡都有一些 比如說這裡下回撤 然後這張圖比較不明顯 看這裡吧 這邊也畫一個M頭 突破回撤下來 再往上 然後M頭的頸線它突破 因為當時候也是把這個 呃支撐壓力花這個提防 40.3 那我們拉過來 拉過來看可以知道說 它該拉到45塊吧 45塊也相對來說 是這邊的前高附近 然後可能會是壓力 對 那當然 呃如果說 有的人 我當然希望它直接突破上去 我直接突破上去 我覺得是最樂見的 但今天只要漲5%啦 也不是說什麼漲停板 所以說在公眾看碼 這一層 然後再來是下一層 我都看比較大的一個壓力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宜特 那宜特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這邊有去說過 我們在 6月8號 6月15 6月22 都是有丟 因為它就是在這邊就做糾結 6月5號啊 6月10幾號 然後到這邊 如果說 最最最有機會 應該是這個呢 那 因為當時候畫的支撐是140 它最低是有到141.5 那你說要差1.5 這樣算是它有回撤支撐嗎 有時候我會覺得說它不算 那但是有時候看它噴上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算 好 那當然這個解釋有點奇怪 所以說有時候我們是直接把它貼上去 比如說我們呢 花140 是因為它整齣價格 但是呢 我剛好貼出這根糕點 這根糕點 141.5 然後這根糕點 141.5 所以說 你會覺得說 這個地方就變得合理 140到141.5 這個空間就變得合理 所以當下 當初如果說這邊有去做電艦 那後面的時候我就會拉上去 那現在目前 此刻的結構 它是稱在一個 所謂的小支撐 小支撐 個人想法 然後它的壓力在哪裡 所以它區域這邊做震盪 那 它會不會盤式不好的時候 如果是人就會跌下來 對 那我們對外的節目 我們都說 小支撐不要碰 我們還是去等待大支撐 對 那如果說大支撐沒有的話 那如果說大支撐沒有的話 那當然是他會去尋找 可是如果說大支撐錯過的話 就尋找 相對的其他的各種 所以說我們說 我們關注的各種大概是一兩百檔 這樣子 那 如果說你只關注一檔一特的話 那 你會想要追高 因為你看 比如說這一根 你可能追到最高點 我覺得非常有機會 就蠻多人可能都追進去這個 掌精板的位置 去幫忙數 但是不知道怎麼跑這樣子 好我們就來看看今天是說 最近期 或是下一波有機會的一個族群 就是 背面電軌 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其實這三檔 其實我認為沒什麼機會 但是呢 就想說跟大家報告一下 有新的東西 有新的族群 可以去做這個觀察 好我們來看一下吧 那中殺 那中殺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有講過 但是我自己個人沒有 但我好像知道有人有 那6月15號的時候有講過 6月15號的時候 6月1號有講過 那6月1號的部分是因為 這兩天的週末 我想說一直跟爆炸量下殺 然後剛好是 1 2 3 這地方如果說隔一天 直接做突破後 我回車也是可以做堅長 然後再來是6月15號 6月15號的部分的話 是在這邊 我在這邊 那我就說 他如果守住這邊低點的話 可以去參考看看 那他確實守住 然後算是蠻幸運的啦 我就是算是蠻幸運 然後後面就往上拉 那我跟你講 在近期 如果說你在附近做堅長的話 不要不要從這裡開始拉 從這邊開始做堅長的話 大概上有18% 17%左右 對到最高點 對到最高點 那他現在其實還守在 五日均前 所以說他現在結構 其實就還是 維持著強勢 且明朗的一個狀態 也是堅長在五日均線 也是堅長在五日均線 這樣子 我覺得比較危險 再來看他天后 那天后 這個是比較偏冷門 我們在另一邊看 他真的是比較偏冷門 所以我就想說 之後會不會有其他 更多更多的這個 個股會串出來說 我有這個相關的之類的 好那看一下吧 那目前的一個 像趨勢線他今天是突破 當然看起來也沒什麼壓 所以說這個趨勢線 或許也不用看 那反 反正我們沒有 再看趨勢線突破去追 我們要追 因為我們是看著平行線 那平行線 我們先劃在大概243點 但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也有可能是在這裡 有可能是在這個地方 大概他前高 這240左右 所以要看下一根表現 如果說他明天開盤 卡在這邊 回壓 我覺得是最漂亮的 我去讓他回壓 之後整理一下 再做一個突破的回撤 那有進去就看看吧 這個是可能相對來說 比較有機會的吧 那當然 中砂再往上走 走出不一樣的格局 他還是有機會 那最最沒機會 是深淵半導體 那之前是說 這地方等他突破 但是其實這根突破的 有點模擬良可 所以這一根我有看到 但是我沒有去做監察的動作 因為他突破有點模擬良可 他如果說 他收盤收到什麼90啊 然後這一根鬧 當然是一個回撤 回撤到這個 比如說88塊 88.5左右 然後可能這邊做減長 然後可能就延遲到這個掌停板 但目前來說 他是創下歷史新高 基本上不回頭 對 所以這個可能要等個一週 那或者說 等個兩三天 他如果回來到五日均線再說 但五日均線做操作 我覺得相對來說 是真的蠻困難 然後 對 我覺得不適合新手投資人 大家還是等待一些 結構性的一個部分 那一樣 我們觀察個股 或許他後面會會層層堆疊上去 就會觀察 有更多做這個 背面電軌的個股會出現 搞不好會出現在一些 機械啊 他會說 這個機械人乾肥膏那邊有人在做 因為機械人乾肥膏蠻多是機械 機械手臂啊 然後會說 對啦 反正他這一檔是比較偏 所謂的一些 晶圓的一些部分 搞不好有一些個股就會串起來 之類的 漢雷啊 之類的 然後什麼 合金啊 加金那些的 不曉得他到底怎麼去炒作 不過我們就可以關注一下 這個新的族群 那見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